文章来源 冷静 中国零售行业从来不缺回归主题 这一次主角是张进东 2021年7月 苏宁易购002024深圳 一入江苏国资 阿里巴巴等战略投资者 作为创始人的张进东 失去控股权 黯然辞任董事长 仅担任名誉董事长一职 和老对手马云 刘强东 黄光玉离开时相比 张进东显得有些狼狈 可以说 这个不到花甲之年的安徽男人 是被迫离开了自己 一手打造的苏宁帝国 在离开的那段时间 苏宁这个乱贪子举步维艰 2021年 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的苏宁易购 净利润为-441.8亿元 此后有所好转 但依然无法转正 2022年净利润为-168亿元 2023年前三季度 则为-28.54亿元 风雨以来 大厦江青 张进东重回前台 苏宁相关人士对作者表示 张进东介入实际管理 开始于2023年4月 苏宁易购的高层变动 易购全面换届后 管理层都是苏宁元老 公开资料显示 苏宁易购新一届董事会名单中 1999年加入苏宁的任俊 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并全面负责经营管理 2001年加入苏宁的侯恩隆 则担任高级副总裁 分管人才发展和干部管理 该人士进一步表示 2021年辞任董事长后 张进东一直在某种层面上影响苏宁 最开始老张的任务就是找钱 但大环境很难 没有找到钱 今年苏宁易购应该还会有更猛烈的高管变动 更多元老派会回来 去年底 张进东以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身份 发布全员信 历经过之暗时刻的我们 已经无所畏惧 放眼望去多是机会 几天后 张进东更是直接向苏宁易购下令 要求实现全面盈利 苏宁易购要以奔跑的姿态迎开局 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开启一场新的突围 这会是一个英雄归来的故事吗 老对手刘强东 马云 黄光裕在离开时 都有一个得力助手 为其维持局面 如徐磊 张勇 杜娟 而张进东在离开时 显然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掌控力 当时接任苏宁易购的 是阿里派系的黄明端 张进东之子张康阳 仅担任非独立董事 两年多前离开时 张进东在治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中 写道 零售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未来很远 如今 他正在重新站上跑道 但愿他没有跑错方向 不过 从张进东目前的决策来看 苏宁依然打算 以传统的组织架构 管理文化 来解决问题 苏宁人不允许躺平 但用战术上的勤奋 是否能够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这一切能否真正成功 还充满未知数 昨日繁花 1990年 张进东辞去公职 从南京宁海路 一个200平米小门连起步 正如热播电视剧繁花 那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时代 计划经济 让位于市场经济 中国第一代创业大潮 缓缓开启 在这个年代里 工作狂张进东如鱼得水 熟悉张进东的人 曾对作者表示 其每天工作时间 至少在12小时以上 彼时的苏宁 作风稳健 在一次投资者见面会上 苏宁电器被基金经理 询问电商问题时 做出的答复是冷静一点 但当老对手黄光玉 突然遭遇牢狱之灾后 苏宁接过国美曾经的 行业溢价权 张进东开始在 最舒适的领域顺畅前行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2011年 张进东治下的苏宁营收 利润 门店数等各项指标 达到了历史顶峰 是中国最赚钱的 零售企业之一 张进东喊出 再造一个苏宁的口号 在他计划中 2020年时 苏宁将成为一家 万亿规模的世界级企业 销售规模突破6800亿 其多次前往美国 拜访比尔 盖茨 巴菲特 贝索斯等商业精英 试图在海外的商业模式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灵感 但骄傲的他 忽略了身边崛起的强劲对手 2012年 京东相关负责人 曾对作者坦诚 现在与苏宁 国美的采购规模 物流体系 企业管理相比 京东商城都有一定差距 游祥东拜访张进东时 张进东给出的评价 也是年轻冲动 人还是不错的 未来肯定会吃亏 几个月后 京东突袭苏宁 中国电商行业 展开第一次价格战 史称815之战 被打猛猛的苏宁 开始转型 2013年2月 张进东将苏宁 更名为苏宁云商 以当时最时髦的云计算 加电子商务概念为题 号称中国亚马逊家沃尔玛 苏宁由此开启了连年的亏损 但股市的优异表现 和对手缺失 让不少苏宁人 沉浸在胜利者的喜悦中 2004年7月 苏宁电器头顶家电连锁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A股 随后一路牛市 成为国内股市知名的 高价股之一 三年多后 苏宁市值超过1600亿 直到2018年 苏宁依然占据 全国家电市场销售 规模总量第一 线下第一 线上也仅次于京东 排名第二 这是苏宁和张进东 最后的辉煌 2021年2月 张进东在新春团拜会上说 今年注定会成为苏宁发展过程中 意义特殊的一年 他说出这番话时 苏宁的债务危机 已经难以避免 有苏宁内部人士 对作者言之凿凿 老张一定能找到钱 毕竟苏宁旗下 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地块 最终 期待的资金山山来迟 留下一句前路浩浩荡荡 万事尽可期待后 张进东跳下苏宁这艘大船 跟随船长离开的还有多年老将 孙维敏 孟祥胜 也辞去了在董事会中担任的所有职务 女扑洪海 事实上 号称电商第三级的苏宁易购 从来没在家电以外的零售市场 扮演过重要角色 曾先后发力的百货 服饰 食品等领域 均未取得理想效果 在电商领域的境遇 几乎成了苏宁未来所有业务的缩影 从2012年起苏宁的每一个决定都受到非议 2012年6600万美元收购母婴电商平台红孩子 这个曾经在垂直赛道上辉煌一时的品牌 现在积无踪影 2013年2.5亿美元收购PPTV和阿里巴巴收购 优酷土豆的40亿美元相比 这次收购算不上花费多 但PPTV在视频领域一直悄无声息 这次收购甚至还带来了连锁负面效应 苏宁开始投入大笔资金 进入体育领域 他们收获了中超冠军 一甲冠军 但苏宁足球队在夺得中超冠军后不久 就停止运营 成为金元足球的一个助脚 2014年 团购网站纷纷死亡的年代 1000万美元接盘满座网 最终无疾而终 2015年 跟风智能硬件 19.3亿元入股努比亚 这款智能手机 也只是成为了国产手机品牌 群魔乱舞时代的绿叶 2016年 布局直播并顺势布局电竞 但龙珠直播在这两方面 均未得到良好效果 2017年 42.5亿元收购天天快递 后来这家老牌迷营快递 被煎并进苏宁内部 2018年 苏宁甩卖手中阿里巴巴股票 获得投资收益140亿元 这笔费用 除了填补苏宁易购 历年亏损大坑外 还被用于收购万达百货旗下 所有37家门店 以及加勒福中国80%股份 这是苏宁最后一次强势出手 但和过往投资一样 没有获得好的效果 据作者统计 在2012年到2020年期间 苏宁控股或苏宁易购总投资额超过780亿元 这些业务未能和苏宁原有的零售业务达成很好合作 账面上也几乎看不到回报 尽管在投资领域 以结果去反推动机有失边坡 但重新审视苏宁这些年并购扩张之路 苏宁介入所有领域几乎都选择了糟糕时机 以PP体育为例 当年PP体育以三年5.23亿英镑天价 签下英超版权 而当双方合同结束时 新来者迅速搞定了英超版权 费用是一年1000万美元 张进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一次深度对话中 张进东强调了苏宁战略模式是对的 当年估值从1500亿到300亿 苏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但我认为苏宁首先战略是对的 战略模式也是对的 苏宁有资源有资本有实力 有的时候也是胜者为王 进东失宁 苏宁财报数字一好看 外界就知道是又在变卖资产了 一次苏宁线下活动中 一些业内人士掏出了这样的观点 抛售阿里股票将固定资产先卖后租 苏宁用各种手段给苏宁依购 和多元化拓展维持弹药 事实证明资产总有变卖到头的时候 2017年9月 一张张进东与许家印喝娇杯酒的照片 在网上疯传 背后是一笔高达200亿的投资 在张进东的计划中 苏宁和恒大的结合 是要打造一个涵盖苏宁广场 苏宁易购生活广场 苏宁小店云店等多业态的智慧零售体系 更美妙的是 即便这个计划和此前投资一样 没能和苏宁本身零售业务达成融合 但如果恒大顺利回到A股 依然可以获得不小的投资回报 比如此前投资阿里巴巴 美梦最终破灭 多业态智慧零售体系 始终存在于想象之中 恒大回A之路也宣告失败 这笔200亿的投资没有收回 被转换成了恒大地产股权 一位苏宁易购的老员工对作者表示了不满 两个月后他选择了离职 书记显示 2020年时 苏宁账上货币资金仅为258.9亿元 而其债务已经超过千亿 四处奔走 无果的张进东最终选择主动辞去 苏宁易购董事长职务 在内部信中 他表示当前所做的每一次调整与改变 都是为了让苏宁易购发展得更好 九个月后 张进东又失去了旗下最重要的另一个业务 南京银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收购苏宁消费金融其他股东 持有的合计41%的股权 进而取得控股权 目前张进东虽然已经回归 但并未在股权层面拿回失去的苏宁易购 苏宁易购最新披露财报显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 苏宁易购最大股东仍然是淘宝 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19.99% 张进东为第二大股东 持股为17.62% 江苏新新零售创新基金 二期有限合伙 持股为16.96% 江苏新新零售创新基金 有限合伙 持股为5.59% 值得关注的是 阿里系手中股票 并不仅仅是账面上显示的 19.99% 资料显示 江苏新新零售创新基金 由南京市国资和以阿里 美帝 海尔 小米等产业投资人组成 新新零售基金 二期中 阿里妈妈更是直接持有30% 出资额 实际上 张进东辞职之后 就是由淘宝 中国提名的黄明端 担任苏宁一购 董事长职务 但不止一位阿里内部人士 曾对作者表示 苏宁不是我们的业务 阿里对苏宁 几是财务投资 黄明端 执掌苏宁一购期间 主要内容为 关闭不良门店 聚焦苏宁主业 这与2021年 张进东 在苏宁30周年 私庆典礼上的发言 不谋而合 心血老路 与上游供货商 保持良好关系 几乎是所有 零售渠道的必须选项 张进东创业第二年 苏宁开始 向上游生产商供血 即在淡季 向生产商打款扶植生产 确保旺季 获得优惠的产品价格 和充足的货源 这帮助苏宁 在最初的市场竞争中 站稳了脚跟 此次归来的张进东 又做出了瑞斯选择 2023年4月 苏宁易购高层变动尘埃落定 张进东 玄吉与海尔 三星等家电 重要品牌商高层会面 两个月后 张进东 又与海信集团董事长 贾绍谦 在南京会面 临近年底 苏宁易购 更是密集发布 与头部家电品牌的战略合作 确定2024年合作目标 家电行业人士 对作者表示 这些家电品牌 选择与苏宁强化合作 并不奇怪 孩儿 美帝 都是苏宁的投资人 更何况 这些年家电品牌的日子 并不好过 头部电商平台 占据了重要话语权 而在苏宁内部 他们正在重提中台概念 依靠用户服务 商品管理 门店赋能 三个能力中台 最大限度减少管理层级 让更多员工 可以直面市场 对市场变化 做出快速反应 同时 苏宁易购 将在线下 下沉市场 和线上业务 三方面强化布局 其中 线上和下沉市场 将目光瞄准在 扩大规模 去年9月 位于北三环 马电桥附近的 苏宁易家店 正式开业 这家店是原来 国美旗下的 大中马电店 而苏宁易家 则是苏宁易购 在2023年提出的 直营大电新模式 除此以外 苏宁还陆续接手了 几家国美 大中 在北京的门店 苏宁易购规划显示 今年苏宁易购 将布局超3000店 并计划在苏宁易家门店中 重启线下超市业务 将生鲜青石 美妆潮丸 中外鸣酒 家居日用 母婴游乐等场景 融入经营 开大电 开好电 这是今年苏宁易购 线下 开电的核心策略 而在线上方面 苏宁选择全面开放 深度链接 并扎根各大流量平台 发挥供应链 物流售后等零售能力优势 以此实现快速拓展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老将不断回归 但苏宁正在年轻化 一位苏宁内部人士 对作者表示 目前已经有一大批85后 甚至90后的管理干部 正在成为各事业部 各大区的负责人 在一次私下的交流中 张进东也曾对作者坦言 孙总 孙维敏 当时外界认为的苏宁二把手 比我还老呢 好多人说 你们苏宁没人了 又是张进东 又是孙维敏 现在都是70后的总裁 以后就是80后的总裁 内忧外患 张进东重返台前 苏宁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除头部家电品牌 纷纷抛出橄榄之外 1月12日时 苏宁更是双电同开 北京苏宁一家杨桥店 富丽购物中心店 作为区域核心大店 两家门店 预估单店年销售规模 均超两亿 但对于张进东和苏宁来说 想要恢复昔日辉煌很难 即便仅想要完成目前的计划 依然挑战颇多 以张进东线下计划中的 新开超3000家门店目标为例 财报显示 2023年 苏宁易购零售云 前三季度 新开1584家门店 扣掉关店数量 竞增仅为745家 而苏宁的另一个线下 主要业务家乐福超市 2021和2022年两年 仅在2021年新开门店三家 关闭门店则达到84家 减少面积接近37万平方米 而且收缩趋势还在不断加快 2023年上半年 加勒福在关闭门店106家 减少面积超过63万平方米 大幅关闭门店 并没有解决加勒福的亏损问题 财报显示 2023年上半年 加勒福中国规模净利润亏损 仍高达12.9亿元 同时迅猛的关店潮 衍生出的购物卡风波 供应商欠款问题 依然不断给苏宁带来困扰 而张静东计划的线上业务 更是击中难返 自身线上流量来源匮乏 只能靠和天猫达成合作的 猫宁平台维持一定声量 另外 线上的竞争早已蔓延到线下 京东家店 天猫优品等实体店 在大中城市 甚至三四线城市 不断蚕食苏宁地盘 一言蔽之 苏宁易购所擅长的饭家电行业 本身就处在竞争家具阶段 渠道早已从20年前的集中 走向碎片化 张静东 以及苏宁团队积累的商业人脉 面对新的竞争态势 能否交出满意达件 值得怀疑 有电商从业者对作者表示 去年阿里 京东相继更换高管 都掀起了价格战 但没有受到良好效果 打价格战 苏宁很难 不打价格战 苏宁更难 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残酷 但苏宁有待解决的问题 和两年半前张静东离开时 并无二致 首先是营收持续缩水 财报显示 2019年至2022年 苏宁全年营收 分别为2692亿元 2523亿元 1389亿元 714亿元 而2023年前 三季度收入 也仅为487亿元 在这样的前提下 苏宁易购依然还有庞大的债务窟窿要补 财报显示 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91% 负债总规模为1187.98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 货币资金仅为151亿元 对应短期借款 则高达315亿元 这样的资金现状如何支撑张近东开大店 开好店和全面盈利的梦想 至少张近东还是选择接受挑战 多年前张近东曾对作者言道 我们就是要敢于挑战 沃尔玛太重 亚马逊太轻 我们不大不小 不伦不类 但又面临一个最具有开放创新的市场 沃尔玛根本不敢去面对这些东西